战国时期 楚威王和齐威王都是威名赫赫的大国国君 巧合的是 他们的嗜好都是威 楚威王和齐威王在历史上谁更威风一些 这里是陈穆清语 本期视频就来说说 在中国古代 嗜好是对一个人一生的总结概括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盖棺定论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嗜好的威的含义 威以刚果约威 强益信正约威 扶盼怀远约威 强益执政约威 赏劝行怒约威 以行服远约威 蛮夷帅服约威 信赏必法约威 得威可畏约威 生灵阵谍约威 庄以临下约威 我们从上面就可以看出 嗜好威是对一个国君一生 非常高的评价 足以可见二位威王 他们生前的文质武功 都是相当厉害的 其实不只是嗜好相同 更为巧合的是 这二位国君还生长在同一个年代 据历史记载 楚威王是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29年在位 一共在位11年 而齐威王则是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20年在位 一共在位36年 意思就是说 楚威王在位的短短11年里 面对的齐国国君正好就是齐为王 熟悉楚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他早在西周时期就有称王的历史 当时的楚国国君熊渠就说过一句语经四座的话 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事 意思就是说 我是蛮夷不接受周王的封号 然后还自封自己三个儿子为王 当然后来迫于压力又取消了他们的王号 楚国正式称王是在春秋的时候 楚武王雄通向周王室讨绝不成后 又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 王不加位 武自尊儿 于是自称楚武王 开始了楚国称王的历史 楚威王雄商姓米 是楚宣王的儿子 战国时期 楚国国君继承其父王楚宣王 旧赵伐位与开拓巴蜀的格局 在战国时代 楚国在楚道王以后 使得楚国发展成为最强的君王 他的一生 以恢复楚庄王时代的霸业为质业 力图使楚国冠绝诸国之首 关于他的政绩 一生战绩累累 占领了吴国的领地 并导致越国分崩离析 最终灭亡了越国 从他的相关历史事迹中 就能够得出楚威王对当时楚国所面临局势 有很清楚的认识 也正是这样的楚国 才能够变得如此强大 可是后期他一心向外征战 忽略了朝政 最终导致楚国灭亡 而齐伟王 在位时期 针对清大夫专权 国力不强之弊 任用闲人 进行了一次次的政治改革 其中就包括了他的五大改革 积极纳建 整顿励志 重用人才广开沿路 改革军事 通过这五大改革 最终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关于他成功的标志 则是战胜了魏国和徐州 也就是这样开启了齐国的霸业 总之 齐威王不愧为古代社会一位贤明的君主 在楚威王时期 楚国称王其实已经三百多年了 自楚庄王称霸中原开始 楚王的称号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各诸侯国的认可 毕竟他们不认可也没有用 到公元前334年 这一默契终于被打破了 魏国国君魏惠王和齐国国君齐威王在徐州会盟 正式公开称王 之前魏国国君称侯 比如当时说的魏武侯 齐国国君称公 比如齐桓公 史称徐州湘王 面对魏国和齐国的称王 楚威王可以说是愤怒不已 当然还有很强的挫败感 觉得这是对自己地位的挑战 据历史记载 楚威王对此寝不昧 食不饱 于是就在一年后 也就是公元前333年 他以齐威王僭越为由 亲率大军进攻齐国 结果在徐州大败齐国军队 还攻占了齐国许多城池 历史上称之为徐州大战 此战之后 楚威王将楚国国力带至最巅峰 楚国疆域也进一步扩张到了 长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区 楚国一时威震天下 楚威王的一生 尽限于楚国的江山社稷 为人性情直接霸气 有军人的楷模 他为楚国开疆辟土 力图精致 可是也正是由于他一心向外征战 才会忽略了后宫的明争暗斗 看不到王后的算计 太子的无能 甚至是关于他的儿女们的存在 也没有过多的注意 只可惜他死后 无能的太子楚怀王上位 导致楚国迅速衰败 有一句话说得好 国强则军强 军强则国强 从徐州大战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大概看出来 楚威王时的楚国 较之齐威王的齐国 楚国必定是要强出不少的 所以 楚威王较之于齐威王 应该是楚威王更厉害一点 只不过 张义七楚以后 楚国和齐国绝交 然后被秦国狂揍 这时 齐国就慢慢占了上风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